車子有四節車廂,第一節是國營院,第二節是藍藝工藝車,第三節是中國化學院,第四節是默克藥廠 我們活動主要是希望科普的種子能夠萌芽,我們台南的同學將近200位已經玩了一個小時科普活動,接下來經過交接儀式,他們會上車到新左營站,在火車上四個車廂提供了很有趣的活動,接下來嘉義站的同學到這邊也要進行科學活動 今年科普列車在台南站,我們邀請了在台南市的中小學的同學,大概有180位加入我們今年的科普列車的活動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,因為所有的學科假如沒有搭配實驗的話,同學們看不到實際的成果就比較不會有興趣 那我們很希望可以藉由這次的活動,帶動同學們對科學實驗的興趣,這樣子可以增進以後我們在科學跟技術的這個在世界的這個競爭力 有機會上科普列車的同學,都有很大的福氣,可能是過去你們在學校表現非常好 也有可能是你們具備強烈的企圖心,也有對科學發展有非常好的潛力,可以有辦法上科列車 我非常祝福大家能夠滿載而推,有空請大家多了台南,謝謝大家,謝謝 台灣科普,環島火車轉來朝套頭的活動是19年開始來高班 按五月日後在在台北開車,經過四天二十個火車頭,五月五日回到台北 南市生活,今天也在火車站設計了十項很趣的時間,讓學生請求來勝利